欢迎继续收听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斗魄苍穹》第四百七十五回 随着黑蒙人马的这般大溃败,山寨的压力顿时大减,一轮惨烈的大战便在硝烟独自一个人的威压下,虎头蛇尾的结束了。 不得不说,一伙的威力实在是太可怕了。 当然,确切地说,是这陨落心炎能够召唤心火的特效,太过可怕了。 遇到强于自己或者实力相仿的强者,心火一旦昭出,虽然不能使对方自焚, 可也可以使他们分心压制。 这样一来,战斗力自然就减弱了。 而若是遇到了实力低于自己的人,心火则会马上成为他们的锁命锁。 先前那些自焚化为灰烬的黑盟人马,便是最好的前车之箭了。 随着黑盟人马的溃散,山寨的危机也是解除了。 众多黑影从山寨中闪略而出,开始清理着大战之后的满山狼藉。 山寨中央的一处大厅中,萧炎、萧丽以及紫炎等人坐于其中。 经过先前的那番大战,众人虽然或多或少有些疲惫,不过在这场激烈的大战下,倒是被亢奋的全部压了下去。 喂,萧丽,没想到你这个家伙这么狠啊,竟然真的把范老鬼干掉了,那可是窦黄强者呀,这个消息要传开,恐怕黑小玉都会被狠狠震动一番啊。 林燕听得范老被萧严击杀的消息后愣了好一会儿,萧严笑了笑,却是并没从这个话题上过多的纠缠。 冲着她拱手笑道,这次的恩情,萧严多谢了,日后要有机会。 话还没说完,就被林燕挥手打断了去。 喂,喂,喂,认识也这么久了,这些无聊的话就别说了,日后我遇到什么困难,你不开口,我都会去找你的。 萧严玄气笑着点了点头,这个家伙,性子还是一如既往的直。 喂,萧严,我也给出了不少力啊,你可别忘了我。 一旁的子盐见到萧严只想着林燕,顿时不满的嘟囔着。 放心吧,小丫头,你那画形单啊,我也不会忘记的。 萧严拍了拍子盐的脑袋,笑盈盈的将后者哄得喜笑盈开。 你们两个,我想我也不需要那帮客套了吧。 萧严转过头,把目光投向一旁的吴浩和虎家。 两个人笑了笑,微微点头。 算上这两年的时间,三个人也算是老友了。 从当初各自看着不太顺眼,到今日联手创建盘门。 三个人之间的情意也越加醇厚。 吴浩在为人处事上稍显目呢,可一旦认定了朋友,就难以出现二心。 虎家心似玲珑,也是个真性情的人,与萧严的关系同样是极为不错。 因此,对于那无谓的感谢的话语,都是毫不介意的。 将众人都感谢了一圈之后,萧严这才把目光转移向大厅首位的萧丽身上。 先前因为时间紧迫的缘故,到未曾仔细看过后者,如今安静下了一瞧,萧严的眉头却是微微皱起来。 两年的岁月,在萧丽脸庞上添上了些许的冷肃,只不过那眉宇间隐隐徘徊着一抹死气。 在萧丽这等灵魂感知格外强悍的人眼中,却是颇为明显的。 二哥,这两年,你发生了什么事? 迟疑了片刻,萧严终于是忍不住地开口询问道。 本来是一脸笑容地望着萧严与朋友谈话的萧丽,听到这一问话,脸庞微微一致,笑意也缓缓地收敛,漠然不语。 随着萧丽的沉默,原本气氛有些喜气的大厅也是逐渐地安静了下来。 众人望着前者的脸色,互相对视了一眼。 皆是有些疑惑,最后还是虎家身为女孩子心思细腻,对着吴浩几个人使了个眼色,然后便悄悄地退出了大厅。 在退出的时候,还轻轻地把房门给拉上了。 萧严的目光紧紧地望着沉默的萧丽。 对于林燕等人的离开,也并没有出声阻拦。 从后者眉宇间那种徘徊的死气来看,她几乎犹如将死之人一般。 这种情况,容不得萧严,有半死的疏忽。 在萧严的丝毫不放松的目光下,好伴上后,萧丽终于是长叹一声。 她抬头,对着萧严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,缓缓地说道。 萧严子,你是我们萧丽最有出息的人。 在我来之前,大哥也跟我说过,我能死,你不能。 这一点,我同样没有丝毫意义。 萧严的脸庞微微抽搐,即使是以她的定力,在这句话之下, 萧丽子竟然仍然有忍不住犯酸的冲动。 当年,得知你在迦南学院死亡的消息后, 若不是萧家大仇未报,恐怕我会直接去找那些参与袭击你的人拼命的。 萧丽回想起当年知道的那道消息时,心中那种绝望和疯狂。 萧丽子,她的拳头便忍不住地握了起来。 你要真是死了,萧家,恐怕将会彻底覆灭了。 我在绝望中熬了两个月左右,终于是压下了心中,要去寻找那些家伙拼命的冲动。 既然你已经不在了,那么这担子, 就只能二哥来跳了。 但是我知道,以我的修炼速度, 想要达到报复云兰宗的实力,恐怕是遥遥无弃了。 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在你传出死亡消息半年后左右,我在一次追杀中逃进了一处深山,机缘巧合之下,得到了一些东西。 话说到此处,萧丽的眼睛突然涌上一股炽热,而萧妍的心情也是微微紧绷起来。 她能感觉到,或许二哥变成如此模样,应该便是那所得之物有关系了。 得到的东西中,有一瓶丹药,其中有两粒血红色的丹药。 据瓶子上简单描写资料,这种丹药能够强行将一名大斗师左右的人,在极短的时间里,提升到斗王界别。 只不过,一旦使用了这种丹药,便只能维持三年的性命。 也就是说,这丹药几乎便是用剩余的所有的生命,去换取那三年时间的斗王的实力。 啊? 萧严的脑袋猛然涌上一阵悬晕,她脑海中记忆翻腾,最后终于找出了一种与萧丽所说情况颇为吻合的丹药。 是生丹? 对于萧严竟然能够一口叫出这种已经在大陆上失传的丹药的名称,萧丽也非常的诧异,不过最后她依然还是点点头。 瞧得萧丽点头,萧严顿时有些无力的,一屁股坐到椅子上,她双手抓着头一脸的灰暗。 这个丹药,在游历之时,药老曾经与她说起过,而在说起这种丹药时,连她的声音都充斥着一种忌惮和某种折服。 是生丹,多年以前曾经震惊了整个大陆的一种奇丹,应该算是七品丹药顶峰的级别。 这种丹药的创造者也是一位拥有着不非名气的炼药大师,而这种丹药的可怕之处便是能够量产,斗亡强者。 可以想象,当别人经历了修炼的磨难,方才能够攀爬到这种地步,而一枚丹药便能够将之弥补时,会令的人陷入何等的不甘。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,畅听网荣誉出品。 虽说这种暂时借取而来的力量是依靠着挥霍生命而得来的,不过,真要依靠正常的修炼,能够到达窦王阶别的, 哪个不是在修炼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呢? 而这种天赋又岂能是人人都是呢? 因此,这种丹药一问世,便引起了无数人的疯狂,一些大陆的一流势力对他也抱着巨大的贪婪之心, 毕竟谁得到了他,那么或许就能够量产斗王强者。 想想看,若是一个势力拥有了成千上万的斗王军队,那世界上还有任何人能匹敌吗? 不过,这种疯狂并没有持续多久,就逐渐的泯灭而下了, 因为那位创造了弑生丹的炼药师,在一夜之间就携带着弑生丹的药方,彻底的消失了。 在他消失之后的一段时间里,依然有人不依不挠地四处寻找着他,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那种震惊大陆的疯狂也只能缓缓地平静下去了。 而那所谓的弑生丹,也是逐渐地消失在岁月长河之中,乃至于现在许多炼药师都对这种丹药颇为的陌生,甚至是消炎,若不是药老偶尔说的话,恐怕也不知道很久以前炼药界中的一些秘密。 当然,现在的消炎自然是没心情管什么事生丹的,有多么了不起,这跟他没关系,他只知道他的二哥萧丽服用的丹药已经两年了,那么也就是说他剩余的生命只有一年左右了。 脸色略微有些苍白,萧严眼中充斥着血丝,片刻后忍不住地抬头怒声道。 你明知道那个东西在透支生命换取力量,你还吃得干什么?啊? 对于萧严的怒声,萧丽无奈地摇摇头。 你都死了,我还能怎么样?不然的话,想要给你报仇,那得多少年呢? 萧严一嘟,选即彻底颓染了。 不用太担心了,如今你活着,那就是最好的事情了。 二哥无所谓,萧家只能靠你了。 望着萧岩的颓废的面容,萧丽笑了笑,起身拍了拍萧岩的肩膀,略微沉吟了一下,手掌一翻,一个略微有些怪异的透明的瓶子就出现在她的手里。 将瓶子小心翼翼的放在桌面上,萧丽左右看了看,这才压低声音说道。 三弟,这就是那枚所谓的试声丹,或许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枚了。 萧严微微一愣,她偏过头来,旋即目光彻底凝固在那玉瓶之中,那枚血红色浑圆的丹药上了。 丹药通体血红,约莫龙眼大小,这枚丹药看上去极为玄奇,一眼望去就犹如一枚充斥着血水的透明猪体一般。 在那丹药的中央之处,一点血盲有限暗红,隐隐看去就犹如是一只细小的眼睛一般,整体透着一份诡异之感。 萧严的目光,紧紧盯着那枚血红的丹药,她借助着出色的灵魂感知力的缘故,她似乎能够隐隐地察觉到,这枚丹药与寻常之物略微有些差别。 可是差别在何处,却又是说不上来。 不过不管如何,这枚试生丹是萧严这么多年见到的最高品阶的丹药了。 老师说过,当丹药达到某种品阶,就能具备一些灵质,不知道这枚试生丹是否也是如此啊? 萧严的心中闪过一道念头,她小心翼翼地拿起瓶子,目光扫过瓶口,却是微微一睁,只见了瓶盖上竟然勾画着某种能量痕迹,仔细看去,似乎是某种封印的效果。 不愧是七瓶顶峰的丹药啊,没想到连成装之物都必须使用力量压制,看来老师说的果然不假。 萧严眉头微皱,却并没有把丹药取出来。 这种品阶的丹药,那是不能随意致放的,不然的话,总会引来一些异象。 二哥,在得到丹药时,可还有其他的东西吗? 萧严握住瓶子,突然抬头对萧丽问道。 文言,萧丽一征,玄机目光,谨慎地在四周看了一圈,然后他点了点头,从纳戒里取出了一卷血红色的卷轴。 卷轴之上渗透着淡淡的鸿芒,而且整体毫无开启之所,就犹如一个严实的玉柱一般。 这也是一起得到的,不过,我打不开。 萧丽把血色卷轴递给萧严,快速地放下手中的玉瓶,萧严接过了卷轴,放在手中上下翻看了好一会儿,方才清吐了一口气。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,这个或许便是试生丹的药方了。 听着这话,萧丽的脸色倒是没多少变化。 当初在得到丹药之时,他便隐约地猜出一些,只是有些不太确定而已。 而如今,听着萧严确认,萧丽的心中也滚烫了许多。 他舔了舔嘴唇,用极低的声音道, 如果真的是试生丹的药方的话,那我们萧家或许有望大兴了。 等造出了几十个窦王强者,那云南宗又算个狗屁啊! 萧严沉思了一会儿,却是微微摇了头。 难哪! 即使这试生丹能够透支生命,得到三年时间的窦王实力, 不过,他名列七品顶峰品鉴,又岂是那般好炼制的? 量产七品丹药,这大陆上恐怕没多少人能做到。 当初,就算是要老出手炼制六品丹药,地灵丹,也是费尽心力,方才侥幸地炼制成功了。 更别说炼制这七品等级中,都名列前茅的试生丹了。 先不说能否找到炼制的材料,就算能够找到,但光是炼制六品丹药,就引得天地异象。 若是七品丹药的话,岂不是老天爷直接打雷,把人和丹一起劈死了吗?